今天就是在澳洲的第十一日 我們會去到位於Briton的彩虹小屋 之後就會回到墨爾本市中心 去到人氣觀光點Queen Victoria Market 即場試試當地的海鮮和順便買手信 之後我們就會去到著名的桃鴉街Hosea Lane 感受一下墨爾本的街頭文化藝術 大家好 歡迎收看暖港夜 今天已經來到行程的尾聲 所以行程會更加緊密 更加豐富 今天一早就來到Briton 目的就是來到彩虹小屋的沙灘打卡 我們入錶之後 就像平時一樣把泊車卡放在車頭當眼位置就可以了 今次我們去到的時候 沙灘某些部分還在維修 所以我們就要拍在遠一點的停車場 然後再走到彩虹小屋 我們一路走一路都很疑惑 照到你沒理由走錯的 結果我們都差不多走了半小時才到 途中看到海灘有兩隻黑天鵝 覺得很神奇 因為我以為黑天鵝應該在湖上出現 淡水的地方才會出現 沒想到它們還會游入海裡 還吃海草 開始走到沙灘上 已經看到有些人在曬日光浴 雖然今天太陽也不算晚烈 現在很大風 然後你就感覺到沙灘打下來 幸好戴了太陽眼鏡 可以叫做稍微擋一擋沙灘 嘩 這裡真是超級大風 終於來到啦 不過說回來 這些小屋的歷史是可以追溯回1860年代的 1910年就是它們最高峰的時期 中間都曾經因為經濟衰退 和天氣的緣故而減少過 據說現在就有96間小屋 而它們也不會再建新的了 所以都令到小屋的價格一直都有升無減 不過就算你買了小屋也好 政府都規定是不准租出去的 只可以自用 以前的小屋就是用來給類似換衣 但隨著時代過去 這個作用都減少了 你現在看到沙灘上面 其實都沒有什麼人在游泳 所以現在的小屋主要都是用來當儲物屋用的 基本上那些屋裡面 都全部是沒有電沒有水的 有些屋主都喜歡放假回來這些小屋 叫了朋友回來買幾多啤酒 坐在小屋看著大海 這樣就一天了 咦 前面這個人在做什麼呢 我猜它在吸收沙灘上面的金屬物品 以免刺到油人 不過在香港就只看到有人 用這個東西來掃戰時炸彈 嘩 水其實都很清澈 今天游泳也不是太冷 但你看這個沙灘其實都很多海草 還有其實這個沙灘有一個 很恐怖不為人知的事 那我就不在這裡說了 有興趣大家自己就上網找一下 Brighton這個區其實是一個豪宅區 所以我們沿路走的時候 都會看到旁邊的房子很漂亮很大 你會知道是豪宅來的 全部設計都是很特別的 我們剛才走了這麼久 都有點肚餓了 我們現在就回到市區那邊方向 左邊剛剛經過就是聖Q達 那裡也有站我看的 還有也有個沙灘 不過今早時間不太足夠 而是二選一 所以就只去了看彩虹小屋 我們下一個景點 就是Queen Victoria Market 就打算去到那裡吃東西 和買一下當地的手信 順便可以看看那裡的街市 出來這裡見到很多警車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嘩 看到警車是Tesla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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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我們現在去 Queen Victoria Market 的時候 順便欣賞一下 麥爾本市中心的街景 遊走在舊式的維多利亞時期的建築 和新式的現代商業大廈之間的街道上面 感覺真的很特別 雖然說身處在麥爾本市中心 不過對比起人煙囂密的香港 這裡的節奏相對慢一點 在Queen Victoria Market 外面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 這裡除了有一個室外的停車場之外 也有一個室內的停車場 這裡用了智能識別系統 不用拿飛機 你走的時候 進入你車牌號碼就可以付錢離開 不過這個市場不是每天有開的 它是逢2、4、5、6天才開的 其實這個Queen Victoria Market 在1878年3月20日已經開幕了 距離現在也有140年歷史 同時間它也在國家遺產列表裡 去記錄它當時在19世紀的時期 為城市人口提供了新鮮食品的重要地方 而這個市場都會因應不同的節日 提供不同的推廣優惠 例如有母親節 或者復活節都會有不同的優惠 而這個市場呢 首先我們一進去 就看到有這些好像手信的東西賣 之後我們走進去 就會去到濕貨的市場 不得不看就是這間 American Donut Kitchen 這間Donut店 押納在這裡已經超過了70年歷史 很多遊客都是慕名來這裡吃的 你看 排隊就知道了 這裡的Donut賣10元5個 圍起來也挺划算的 難得吃到熱辣辣的Donut 我們現在準備進去Wax Market 即是買海鮮、蔬菜等那邊 我一進來都看到幾多人在這裡買菜 不少都是華人來的 雖然這裡是賣新鮮食品那一部分的街市 但是這裡也不會說有很大股的異味 地上也很乾淨 我們進來這裡主要都是想看有沒有海鮮 例如生蠔、龍蝦之類 大家都不妨浪費少少時間去隔隔隔 看看哪間又划算又新鮮 最後我們也在這裡買了一些生蠔和龍蝦吃 這裡是有戶外的用餐區 所以不用擔心買完的食物要站在這裡吃 這部分是賣乾貨的 還有一些飲品、蛋糕和風乾的火腿之類 這裡的火腿的當餐還有提供試食 這裡就提供了一些芝士給你試吃 這裡除了風乾類的東西 例如芝士、火腿之外 另外一樣我覺得大家值得看一下 就是買蜜糖的地方 因為大家買回去的手信 不少都一定是有蜜糖的 在這裡買蜜糖 比外面便宜很多 還有種類都多很多 來到這一行 就有些即食食品和飲品 好像這間餐廳 它最有名是賣朱古力飲品 另外還有一些蛋糕 而它的對面是賣熱狗的 哇好搞笑 這個小孩的頭有什麼 竹蜻蜓 這邊也有些山肉賣的 但是跟那邊的山肉不同 它是會賣野味類的東西 這裡大家就看到了 多少野味買 這間有賣很多糖果 接下來是復活節 他們就賣這些復活蛋和復活套朱古力 這間就是一間很大的餐廳 而它的對面 剛好是賣茶和咖啡 配搭上剛剛好 老實說 其實這一天我是很不舒服的 因為這一天是又餓又吐緣 所以都不是很有胃口吃東西 不過這間的果汁 我是買了兩次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好喝 而且在這裡買果汁真的很划 這杯就是我第一杯買的飲品 之後我們就去了對面的店 買熱狗吃 這裡的熱狗可以自選醬汁和配料 買齊了食物 我們就出去找位 還聽到在附近街頭賣唱的人唱歌 走了一會 終於找到位置坐了 這裡就是我們今天的午餐 如果不是病了 我應該可能還吃得多點東西 這裡的海鮮都很新鮮 很好吃 不過單號來說好像比較小 街市裡面也提供了很多 旅遊資訊的小冊子 吃飽飽之後 我們就回到街市買手信 最後我在這裡買了蜜糖 回去做手信 它有很多不同尺寸的蜜糖 還有一些是連蜂巢一起買 一盒一盒的也有 它保存期都很久 起碼放到三年 這是不是外國的鹹魚 它有火腿試吃 我們先去買火腿 其實我們只是想著每樣幾塊即食 這個價錢比香港買便宜了超多 加起來好像是三十幾四十元港幣 我又來買第二杯果汁 這杯是西瓜汁 所以這杯是三十幾十元港幣 我們也有五十四十二大的 現在是四十五十年的港幣 這裡可以每天都要去吃 除了可以在街市買東西 然後坐出去吃 這裡有些食肆 我們現在就開始到乾貨的地方 這間店正在賣西班牙炒飯 乾貨區不外乎賣女人街的東西 例如當地手工藝品 有特色Logo的三副鞋物 設計品 甚至淘寶也有得賣 只看這個位置很有親切感 這間店是電話殼 螢幕貼的東西 有香味的手工藝品 又美又實用 這間店是鴨寮街的東西 我經常覺得鐵板很漂亮 不過花多眼亂都不知選哪個好 最後也是忍不住在這裡買了石頭 在這裡買實在太划算了 木造的回歷錶也是很常見的手信 這些全部都是木造的 很漂亮 這裡也有幫人畫自畫像的店 也是華人生意 其實也有想過在這裡買一件有特色的衣服 但看回價錢 其實一點都不便宜 雖然它好像女人街的格局 但那些三副鞋物 就絕對不是女人街的價錢 這些木造的工藝品真的很漂亮 但我實在有太多了 所以我不會買的 這些砧板都差不多要400元一塊 這裡也不錯 走到疲累又有飲水機 這間雪糕店是跟外面的小檔一樣的 我們現在就走到梳果淚那邊了 這邊一開始就看到有個二手書檔 而且這裡比室內那邊吵很多 因為很多人在叫賣 這裡是一個月的市場 這個街市真的很熱鬧 你選擇一塊給自己 你選擇一塊給自己的 一塊兩塊兩塊 兩塊兩塊兩塊 兩塊兩塊兩塊 不要害怕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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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市集之後 我們現在去一個比較有文化藝術器的地方 這個景點都很值得大家去的 因為它是被列入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而且它裡面是很漂亮的 但可惜我們就不夠時間去了 我們就在附近找了個位置拍下來之後 看到這裡附近很有趣 它的屋子很古老 而且我走過這裡的車子 看到它們都鋪滿了琴瑯絲螢幕 連附近屋上的尼巴也是 為這個小區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突然有一陣風吹過 看到街上的蒲公英 好像在空氣裡面跳舞一樣 於是我就停下來看了一陣 我們現在走的地方是位於商業區 所以人流都會相對地多一點 而且會看到有很多食肆 這裡的餐廳都很流行在街外 擺放了自己的桌椅 讓人們可以在外面吃東西 這裝扮這麼可愛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要準備參加什麼懷舊派對呢 穿得這麼可愛 我以為來到這裡 就已經去到我們的目的地 Hosea Link 但是看來這裡的圖 就全部是貼下去 不是畫下去的 都不是圖鴉街 你說是圖鴉街 你說是圖鴉街 就真的 不過不管了 我都照樣看看有什麼 咦 有一間叫尼口福 這麼可愛 好可怕 似乎 這裡 就真是 這幾天 海外 都在海外 都在水 一直都在 啊 也 其實你們應該都聽到食肆的聲音了 這裡其實是食肆的後巷 中環交錯 周不時會看到垃圾桶 但他們美化後巷 變成桃鴉盛地 這個這麼像流青雲 你們覺不覺啊 我很喜歡這個角色 走出來之後 看到這裡有很多名店 看似不像在半島外面 過了這個路口 就真正去到我們要去的 Holesale Lane 我們終於來到 不過呢 這裡的桃鴉 似乎就沒有像剛才那裡 那麼整齊 就是一幅幅 全部都好像被人噴完之後 又被下一個 蓋上了他們的作品 不過 亂七八糟才是桃鴉 整整齊齊 就叫在牆上畫畫 看看有廚師走出來的 所以說這裡真的是食肆後巷 這個地方 不單是很多遊客來打卡 其實很多人為了拍攝 一些婚紗照片 或者拍一些時尚的照片 都會來這裡拍照 都看到有部分地方 有些街友在這裡住 不過為了保障大家安全 都不要走進去那裡看 逛逛逛逛逛 讓我們看到 有人正在畫畫畫 是Fifty 在桃鴉街的對出 正正是 墨爾本的地標 Federation Square 聯邦廣場 這是一個 由2002年已經啟用的 大型公共廣場 而在它的旁邊 就是非常之著名的 Flinders Street Railway Station 費連達火車站 而在它正正的對面 就是一個很古舊的教堂建築 就是聖Paul's Catflindro 聖保羅座堂 它的建築風格 是屬於新歌德式的教堂 來的 說回對面的Flinders Street Railway Station 為甚麼它這麼出名呢 因為它是作為澳洲最繁忙的火車站 它有15條火車線 還有13個月台 所以成為了很多遊客的打卡點 加上後面的鐘樓 真的很有特色 同時它也是一個非常有歷史的建築物 在這裡已經超過170年歷史了 現在這一站 我們來到聯邦廣場 Federation Square 這個廣場的建築設計 是非常現代化的 你看它四處都用上了很多玻璃 而這個廣場都非常大的 可以同時容納到1萬個遊客 那麼多 由於它也是一個很出名的旅遊點 所以裡面也有遊客服務中心 除此之外也有很多Gallery 餐廳和商店 在這裡逛了一個圈子 我就走了 這個人也穿得挺通透的 誰這麼有心機 在這裡弄了一隻獅子 還是猴子 晚上我們就回去住屋附近的商場吃東西 在商場裡面發現了一間港式的茶餐廳 我們就去了昨晚見過那間地中海餐廳吃東西 在門口看到它的烤肉好像很吸引 所以就試一下 我就是第一次吃地中海餐廳吃的 經過店員推介之後 我們就說想吃飯 他就推介了這一款給我們 另外我那個就配有肉 沙律 薯條 還有一些薄餅 這裡真的超高卡路里 我都只吃到一半而已 埋單三百多元 又不算很貴 這天就是我們在澳洲的最後一天 我們今天去機場之前 我們就來到全南半球最大的商場 在入口處這裡 一進來就已經看到有很多中式和東南亞式的食肆 這裡也有pepper lunch 這個商場其實本身也吸引了很多遊客來幫襯 因為貪圖夠大 而這個商場也提供了一個叫做 Chartstones Tourist Shopping Passport的東西 就是為旅客提供一些優惠 所以過來之前就可以在網上下載了 雖然我們就是在一個室內的商場 你看到鏡頭的左邊也有一些鮮肉在賣 但是你不會聞到街市的味道 今天來到這個商場 除了想吃早餐之外 就是要有些東西要買 因為那個品牌就是在澳洲出來 就打算看看會不會在這裡買會便宜一點 逛逛逛又看到賣海鮮的地方 不過似乎在這裡叫生蠔吃 就沒有街市的那麼便宜 這裡的秋風系統也算不錯 就算在賣海鮮食品 你也不會聞到有魚腥味 這間就是日本餐廳 都有賣海鮮、生蠔、壽司 圍回十幾塊一塊也挺大塊的 看到這裡有彎彎的圓拱形的屋頂嗎 這樣看起來有點像九龍公園 其實這個設計是全澳洲第一個 採用3D設計的建築物 這個商場除了稱之為時尚之都之外 有很多名店 另外也有很多遊玩的設施 例如有碰碰車 有哥爾夫球 有LEGO、有戲院 還有保齡球場 之後我們下回最低那層 就開始看到多一點食肆了 其實現在才9點幾10點 所以很多餐廳都還沒開門 令到我們的選擇都沒有那麼多 這裡的壽司都要差不多20元 不過如果大家有充裕的時間 當然不要像我們這樣選擇 在這個時間走 因為我們店舖很多都還沒開門 所以現在唯有做Windows購物一下 這裡有一間按摩店 我發現這裡的按摩店 多數都是華人開的 哇!一早剪頭髮那麼多人排隊 咦!這裡有這間Nardos 據聞它的雞都蠻好吃 可惜還沒開門 我們唯有繼續找 這個地方就是類似一個Food Court的地方 也有點心類的食物 咦!前面看到有一間Target 我真的沒走過這間百貨公司 不得要進去看看 其實我也挺喜歡走這些外國式的百貨公司 因為東西不是太貴之餘 而且它的貨品都臨狼滿目 我就最喜歡那些擺設類的東西 手多多摸一下毛巾滑不滑 前世沒見過衣架 走進去看看 嘩!很漂亮!很實淨! 這部分就是玩具布 而這裡就是時裝布 這個車是什麼品牌? 都沒見過的 之前我提到有些東西要買的 就看看澳洲的A-SOP 跟香港差多遠 其實跟香港價錢差不多 不過作為澳洲的品牌 買回來香港做手信都不為過 最後我選了這間Hungry Jazz做早餐 因為這間店其實是一間澳洲的快餐店 都算是一個老字號 反正香港就沒有 那就試一下吧! 好可愛呀!它的飲品有Jelly Belly 在自助機買完就會叫你名拿餐 雖然說一早 但我們都叫了有雞 有包的 還有薯餅 都真的蠻好吃的 那些薯蓉呢 就比KFC更幼滑 而薯條呢 它就用了粗薯條 還熱辣辣的 脆脆脆 這個醬是將軍漢堡的醬 蠻好吃的 不過這個是早餐限定 平時不能吃的 直接從我的包子掉了個蛋殼 咦? 這裡人們經常走路健身嗎? 那我們現在就要出回機場了 這間是一間教會 яют我們的家 一起做麵筒 先把它倒到 現在都是 吃一塊 有多 BB 這樣 Easier 好像ución 终于来到麦尔本机场还车了 这里有很多人开POLSTAR 这个机场也提供自助check-in服务 在这里有很多熊猫造型的公仔 不知我们的飞机到了没有 今次整个旅程都要多谢我身边那位 类伴无微不至的照顾 加上全程都是他驾车都挺辛苦的 希望我可以快点练好手车 下次可以帮手驾 今次是我第一次住屋不是酒店 还要住了整个星期 很多东西都要自己打理 例如洗衣服、浪衫、倒垃圾、煮饭 这些平时我都不会做的家务 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但都必须再一次多谢他 另外就要多谢花了这么多时间 去看我这个系列的观众朋友 因为这十二日的旅程 被我剪到这么漫长 今次是第一次自驾游 都算庆幸是挺顺利的 还好提早两个月前就做好功课 借了近十本关于澳洲的旅游书 是的我很老土的 喜欢看旅游书多于上网 因为资料集中一点 没有那么散修修 反而我觉得外国旅游 它的旅游景点 就没有像日本这类 相对城市化的地方变化这么大 最开心就是整个旅程 可以看到很多动物 这个也是我这个旅程 最想看到的东西 可惜今次看不到極光 星星也不是很多晚上看得到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多運 而今次去了一個比較沒有那麼城市化的地方 完全是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 當你聽著山上的風聲 由山上看下去的酒杯彎 看下去十二門陀石的時候 自己走了半小時 最終都是看不到一個人在森林裏面 有沒有路牌 你就會感覺到自己是多麼渺小 見到澳洲人由不懂得保育環境 以經濟為大前提 到現在會考慮如何和大自然共生 正正就好像猿人爭霸戰裏面的情節 不停都是說人類和大自然之間如何去平衡 而澳洲人現在很多地方都會加回說話 在他們的網站下面 就是說我們會很尊重或者感激澳洲原住民 他們留下的資源和土地 同時都會繼續貢獻 幫忙宣揚原住民他們的文化和價值觀 說好澳洲故事地說 澳洲都是一個多國籍人種的國家 所以包容性都很高 一般人都很nice 其實我還有很多地方都沒去的 所以我會再回來這個地方 再一次體驗他們的風土人情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我 以及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可以share給朋友仔看篇 按下鈴鐺 有心片就馬上收到通知 還可以給Superfans支持一下我 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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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